今年的总统大选注定是一场异常激烈的选战 目前双方选情如何 何时能得到最终的结果 我们又能从目前已知的信息中解读出什么 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评章来为我们梳理和盘点 好了 你好 2020年的总统大选的开票过程可以说是颇具戏剧化 我们还记得在大选的当夜 开票结果显示特朗普是以8个百分点的优势 大幅的引下了俄亥俄州 并且是以3个百分点的优势赢下了 对于他的选情而言非常重要的佛罗里达州 我们还记得他在2016年的时候 在佛州是只赢了1.2个百分点 所以他其实是扩大了他的领先优势 那么再加上他是以6个百分点的优势成功的保住了 一度被认为有可能会被翻蓝的德克萨斯州 并且又再度的大幅赢下了爱尔华州 那么在当时一些尚未完成开票的这个关键的战场州呢 拜登也没有展现出前期所预测的那种明显的优势 那么这些迹象当时都给人一种感觉 就是特朗普具有相当的这个胜选的势头啊 不过到了第二天我们是看到情况出现了一些反转 随着更多的选票被清点统计呢 拜登是从特朗普的手中夺回了威斯康辛州 那么另外现在也有一些媒体啊 在预测拜登是已经赢得了密歇根州 当然我们刚刚听到特朗普总统是认为 他会赢下密歇根州啊 那么同时在亚里桑那州和内华达州呢 拜登也暂时处于一个领先的地位 另外拜登在昨天也保住了密尼苏达州和新哈布什尔州 那么这些加起来呢 显示拜登还是具有相当的这个胜选的可能性的 接下来我们要重点关注的就是 拜登能否将他在亚里桑那 密歇根和内华达的这个领先优势延续过终点线 如果他能够赢下所有这三个州 他甚至不需要赢下宾夕法尼亚州就能够拿到最终的胜利 而对于特朗普而言呢 我们就要看他是否能够保持住 他在佐治亚州和北凯罗莱纳州的领先地位 当然最关键的还是宾夕法尼亚州 如果特朗普能够赢下佐治亚 北卡和宾州 如果再能够从拜登的手里面抢回内华达州 他就能够连任成功 那么当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清点的选票大部分是邮寄选票 而且在佐治亚 密歇根和宾州 大部分没有清点的这些选票是来自城市和城郊地区 那么分析人士是普遍预计这些选票会比较倾向民主党 当然这也是现在的一个预测而已 我想大家现在最关注的是 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有一个确切的结果 如果单从点票来看 亚里桑那 佐治亚和密歇根的官员都表示 估计今天就能有一个结果 或者是至少是一个初步的结果 那么北卡是由于邮寄选票的截止日期是到11月12号 所以如果当地的这个选情非常胶着 我们可能有可能要等到11月12号才能够有确定的这个获胜方 那么内华达呢 他按照这个当地的法律规定是 各线完成点票的截止日期是11月12号 所以如果选情很明朗 我们可能明天就能得到结果 但是如果选情胶着 我们可能一直要等到11月12号 那么宾州的官员是表示绝大多数的选票会在周五之前完成清点 当然我们知道现在宾州的争议也很大 我们现在还面临的一个更大的不确定的因素 就是重新计票和法律纠纷的问题 特朗普的团队是已经表示会在威斯康辛州重新计票 那么根据该州的法律呢 如果两位候选人的这个得票差距在一个百分点以内 就可以要求重新计票 那么目前拜登在这个维州呢 是只领先0.6个百分点 另外特朗普的团队是已经在密西根州和宾州 是提出了多项的法律诉讼 甚至有些是已经打到了最高法院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如果我们要有一个双方都公认的获胜方 可能还需要等待更长的时间 不过理论上来讲啊 这些争议的问题需要在12月14号之前解决 因为根据美国的法律程序呢 各州所派出的选举人会在12月14号 按照各个州的这个投票结果来投下选举人票 国会参众两院的联席会议呢 会在1月6号清点这些选举人票 如果有任何一方达到了270张的选举人票 就会被宣布为最终的获胜方 并且在1月20日宣布就职 那么当然虽然现在我们看到最终的获胜方 还不确定啊 但是跟现在的这个开票情况 有几个问题是相对比较清晰的 一个就是在继2016年之后 2020年的这个民调是再次出现了失准 尤其是在关键战场中 所以民主党此前所期待的这个大比分获胜啊 甚至是将一些传统的红州翻蓝 这些现象都没有出现 所以今年的选举呢 不管最终的获胜方是谁 它都不会是一场压倒性优势的选举 而是会是一场这个比分非常接近的选举 那么其次我们看到 民主党在拉丁裔选民群体当中的支持率 是出现了下滑 那么想接下来 这也会是他们这个最需要总结和反思的问题之一 那么再一次这个面对一次充满争议和 这个选情非常胶着的选举 双方候选人和他们背后的支持者 会如何来应对这个选举结果 是不是能够尊重选举程序 这也是对美国民主的一次重大的考验 卡拉 好的 非常感谢平章为我们带来的分析 谢谢大家